歡迎回到King Sir接觸的時間 我們接過恐龍 以前也接過魚 即是海洋生物 反而我們很少接動物 其實接紙反而最多作品應該是動物 我們今集開始 連續幾個星期會接不同種類的動物 首先這個變色龍 變色龍 我翻查那些資料 原來動物反而難接 難以想像這麼難接 但是如果你們看這個節目 接完之前的幾十隻的話 應該沒什麼問題 開始了 首先一張紙我們先接對角線 這個開始的時候是容易的 這個變色龍 接一下接一下才難 接著就對角線兩條 這個我們會做一個小的正方形 好了接著反轉紙就對接兩次 對 一樣 那些線如果對接的話就對正一點 還有那些線接好之後就刮一刮它 好了接完之後拿起這個 大家這個步驟很熟 變成一個小一點的正方形 接著我們旁邊線接到中間線 都是一個紙繞的形狀 現在有這個鏡頭在上面照下來 那就比較好看很多 這個形狀 大家明白了 接著反轉再做多一次 一模一樣 因為這是對稱的一個作品 所以很多的接法前面接完後面又要接一次 好了接完之後就打開它 我們要的狠 接著下面接完這兩條狠 上面又要接一次 即是每一面就有四個斜線 一樣 這些就不用多說了 大家接得很習慣 好了 背面又接一次 可能有些人覺得 如果這樣重重覆覆很煩 但其實摺紙也算是一個培養耐性的一種藝術 好了 接完了 接著我們就在這裏接上去 拿到哪個位置 就是拿到剛剛斜線的末端的位置 大家看到一個斜線去到末端的位置 兩邊都要對正 其實對正一邊 中間的角落頭對中間線 應該兩邊都要對正 應該就 如果根據紀何學來說 好 做完這樣 然後這個位置 是要條線的 這樣就接 跟著條線 接到後面 這樣 後面當然 都是一樣 做好這兩個步驟 做好這兩個步驟 然後就到上面 上面都是一樣 拿回這兩個斜線去到末端的位置 用來做標準 當然上面就因為只有一頁 下面打得開 上面打不開 所以上面接一次就可以了 好了 這個就一定要刮實一點 我們要一個狠的 接好之後 我們有一條橫線在這裡 我們這個旁邊的斜線 就接到那個橫線那裡 換言之 做給大家看就明白了 就是這樣 都是刮實一點 好 這樣子 大家明白了 照一個狠的 跟著 這個位置就要拿一個位置 大家看著 我們要接個這樣的橫線 接個這樣的橫線 但是 就要剛才那條斜線 跟中間線的膠點 斜線 剛才那條斜線 跟中間線的膠點 就用來做一個標準 這樣就接個橫線下去 是的 留意我說的話 除了看圖之外 除了看畫面之外 好了 接了下來這裡 剛才第一條橫線是這個位置 這個三角尖尖 我們就跟著那條橫線 接上去一點 就貼上那個三角尖尖 接那個位置就貼上那條橫線 是的 就這樣 現在暫時來說就接到這樣 是的 跟著就有一點點難度了 因為這兩個我們都接實一點點 一點點 對 條線就實一點 然後我們就要在上面看下來 就打開它 就將這個位置 就一上一落地接進去中間的位置 是的 我們打開來做 說好像很難 但是如果你的橫線接得夠實的話 你就很容易跟著那條橫線 你就會做得到 首先我們打開了一點點 然後就捏回那個四方框下去 是的 然後就一路壓迫它 去到中間 它自然中間那個細三角形 自己會拱起來了 自己會拱起來了 所以這個小小技巧 你捏一捏它 你就會很完整地做好這個位置 是的 當然你試多幾次 好像我接到熟了就說 但是你試多幾次應該沒問題 好了 接下來這個步驟 我們就接這個三角形 旁邊這個三角形接進去 去到哪個位置 其實就是剛剛兩個斜線 這裡都有一個末端的位置 我們就跟這個位置接進去就可以了 跟兩個點 兩個斜線去到末端的位置 好了 這樣的樣子 大概這樣 我四邊都要這樣做 是的 四邊都要這樣做 即是一左一右 底和面都是要這樣做 我接進去 好了 暫時是這樣的 我們打開它是要一個狠的 所以整天要一個狠 所以大家的狠就接得緊一點 接好之後就用手指甲刮一下 然後這裡 我們裡面這個白色這個底的位置 有一個斜線 我們跟一個斜線接進去 同一時間就拉回剛才接的直線 就會變成一個這樣的樣子 兩邊都一樣 好了 接完正面當然要接底面 底面都要這樣 其實說真的跟著一條接狠就很容易 其實接回去 做那個動作很容易 但要講解 給大家明白就難一些 所以大家看實在畫面接近甚麼 完成 這樣的樣子 現在暫時是去到這樣的樣子 然後這個步驟 揭起一頁 然後就拉上來 拉到這個位置剛剛盡了 剛剛這個位盡了 然後這裡有個三角形 這樣看來這裡有三角形 我們接這個中間線 就把旁邊那個拉上去 當然 旁邊那個位置是有一個界 我們要接好的 現在就是這樣的樣子 藏了一個這樣的形狀在中間 藏了一個這樣的形狀在中間 底面那邊我們做了一次 這一頁我們揭起了 拉到最盡 這個位拉到最盡 然後這個位置我們有個中間線 接上去跟那個線位就接好它 好了 扔好 大概是這樣的形狀 兩邊都是一樣的 兩邊都是一樣的 好了 接著這個要說明的藍一點 揭開這兩邊 揭開這兩邊 但是中間那個不要讓它散開 揭開這兩邊 揭開這兩邊子 然後就這樣接下來 這樣接下來 這樣接下來 但是同一時間 裡面這個內部有個結構 有個三角形的結構 就是把它反進去 看著 將這個部份在裏面 反進去 揭進去 跟著 其實有個線位是跟著的 是反進去的 反進去的 有個分別在這裡反進去 之後就把旁邊那兩個子壓平 變成它 是了 就成為一個這樣的形狀 是了 這一邊做多一次 兩邊子這樣拉下來的時候 這個中間不要散 同一時間 這個位置有個結構挺厚的 就是將它整個整份反進去中間 進去的袋子類似 因為有個線在前面 所以其實這個步驟可以跟著線接進去 不用做一個新的線 新的線就在旁邊 我們按平旁邊 完成了 塞了這個位置進去 分別就是這樣 這個是完整的 如果你不是塞進去的話 你就會摺了一邊 好了 類似是這樣的 現在形狀是這樣的 應該大家都摺到了 我們就做中間這一頁子 中間這一頁子 我們就首先揭一揭它旁邊 好像揭書一樣 然後就打開中間的位 然後中間線對中間線 這個大家都認識的 因為我經常說這句話 中間線對中間線接下去 後面都是一樣 揭一揭書揭過去 拿回中間線 然後手線打開這個位 就中間線對中間線 又是一個紫妖的形狀 妖形 好了 完成 這個步驟 接著這兩邊就接進去 這個是色液變色龍的腳 其實接到變色龍的形狀 但是當然不可以接到它變色的特性 換句話說其實那個變色龍你可以接不同顏色都可以 因為它要變色 好了 接完這兩邊下去 然後我們就打開它 大家都知道怎樣做 接上去接尖它 這個位置大家都做過很多次 無數次 好了 將它接下來 接下來拿一個接痕 然後打開這個位置 打開這個位置 將它塞進去 即是中間的三個人塞進去 現在是這樣的 當然後面也要做一次 再做一次 兩邊就接進去 接到中間的一個位置 這樣子 然後打開它 我們就打開中間這個位置 接尖它 兩邊一起去到中間接尖它 這樣子 然後按下來 這個時候我們就打開它 就塞了三個人進去中間 這個已經做了很多次 好了 完成這個位置 大概現在是這樣的形狀 你們手上的形狀應該 好了 然後我們就跟這兩個斜線 和這個中間有一個斜線 跟摺痕 就摺進去 其實一秒鐘做好了 這個步驟 因為我們有摺痕 就很好跟 類似是這樣 後面也一樣 好了 完成 這樣 好了 接著我們摺腳 顏色液的腳 一個變色龍的腳 其實就是 將這個位 這個就是腳 這個位 向上摺起 我們可以拉到盡的這個位 這個位是拉到盡的 中間沒有摺痕的 沒有一層 拉到盡的 就去到旁邊 兩邊都一樣 這個步驟也是做過很多次的 拉到旁邊之後 這裡多餘了一點出來 我們就摺進去 我們就摺進去 就是用一個 內反摺 摺進去 摺進去兩邊都一樣 對 腳就幼了 這個步驟主要是 令他腳幼了 其實摺子很多時 就不用想得太複雜 其實所有步驟 如果沒有一些多餘的步驟 其實所有摺法都是為外形來服務 主要是令外形變成這樣 其實跟內部結構沒有甚麼關係 兩邊都是一樣 再做一次 然後再做一次 去到這個位置 這個就厚了一點 我們就摺右 用一個回軟 好了 完成了兩腳 接著我們就摺頭和尾 好了 首先揭一頁過去 就把這一頁 摺上來 然後 這個尖尖 這個尖尖 就摺到下面中間的位置 這樣 摺到這個位置 然後 這個尖尖 就摺上來 其實這個沒有甚麼特別的標準 但我可以說給你一點點提示 尖尖就上去 過了這個平面一點 一點就可以了 接著就摺平 就類似這樣 好了 而這一邊 這一邊是頭 這一邊就是尾 尾這邊我們就摺一半 摺一半 大家要留意 摺一半 但我們就不要摺腳 其實去到這個位置就OK了 去到這個位置大概就OK了 就不要硬要摺腳 不用 去到這裡就OK了 有摺痕 即是一半有摺痕 這邊又是一樣 留意看多次 不用摺到上去 摺到多少 摺到最多的位置 但又不要破壞了腳的摺痕 類似這樣 打開它 然後 其實類似頭部都是 就是打開這個摺上來 然後又摺上來 類似這樣 現在大概是這樣的形狀 然後我們可以開始摺頭和尾 尾這個位置 其實都是打開 這裡去到盡的位置 我們就這樣拉下來 拉下來 斜斜地 去到哪個位置做指標 剛才我們摺了一半的尾巴 其實去到尾巴就對了 去到一半的位置 剛剛摺線的位置就對了 這個尖尖對著那條摺線 就OK了 這樣的形狀 這個頭部也是類似的 打開一點點 然後將它屈下來 就去到這個位置 屈到這個位置 最盡的位置 是了 那就 較正的頭部 斜斜地 這個尖尖 斜斜地 但是下面這是咀 在咀的上面少少 類似是這樣的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打開咀少少 打開咀少少 將它拉下來就行了 好了 去到這裏 我們切細這個針線 繼續做 兩邊 這裏其實有斜線 其實有斜線 這裏去到這裏 我們很簡單地向後摺進去便可 向後摺進去就可以了 當然有四個位置 我們四個位置都要這樣摺 小心點不要弄散頭和尾的位置 類似是這樣 後面都一樣 我們就有一個比較瘦的變色龍 摺好了身體 我們繼續做 首先我們屈了腳 因為一會兒摺頭的時候比較方便 先把腳摺進去 最簡單 用Reverse Fold把腳摺向下 記得去到盡頭 拉到最盡的位置摺進去 不要半斤坑 四隻腳 首先我們摺完四隻腳 跟著尾的一半摺痕 簡單地摺進去 一會兒再捲它 變色龍通常尾是捲了 摺幼了尾 接著我們就摺頭部 頭部這個位置有少少特別 其實剛才我們摺過一個摺痕 摺過一個摺痕 摺過一個摺痕 把這個位置打開少少 跟著這條線去到下面這條線 面這條線去到中間這條線 這個位置我們要摺到尖鎮 把它拉下來 拉得漂亮一點 平覆一點 好 完成就類似這樣 後面都要摺一次 這個位置去到尖鎮 可以接觸碰到這個位,做一次,手指放在袋子上, 將它拉下來,接得好的話就很整齊,類似這樣, 然後我們繼續做好頭,首先尖這個位, 嘴是尖的,斜斜地接一下,類似這樣,當然兩邊要一樣, 因為兩邊要對稱,跟回前面那個位, 這個沒有特別指標,所以大家要自己預計, 完成了這裡,然後上面這個位都要接一接下去, 小小斜線,完成了之後,這樣,小小斜線, 這邊也是,打開這個後面,然後跟回前面那個斜線,這樣接一接, 兩個都接好了,然後接回剛才,第一下接那個斜線, 就這樣接上來,兩邊是同時做的斜線,就會有這樣的效果, 兩邊都接了下去,中間就會有一塊東西, 這個就是做眼睛的,接一接中間那塊東西,就出來, 就變了變色龍的眼睛,這個位置, 後面再做一次給大家看,這個斜線接了之後, 然後,嘴巴那邊斜線,同一時間接過去,就會形成中間會有一塊東西, 即是除了接小了頭之後,中間那塊東西, 就接一接上來,就會做了它的眼睛, 那個位置,類似是這樣, 其實差不多完成了,做完這個位置之後,我們就看一看, 這些位置,其實這裡就凸了出來,這裡的位置凸了出來, 我們就要做一個動作,就是變色龍的斜線那裡, 就放進去那裡遮住,用頭部遮住它,類似是這樣, 然後這一頁,這一頁身體那裡,就遮住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接下去,就好看很多,後面再做一次, 這裡有個三角形凸了出來,我們就拉起一點點嘴巴附近, 就放進去裡面,把它遮住三角形的東西, 當然,如果你不小心拆開了眼睛一點點, 就接回去,這個位置也是,這個位置也是, 用背脊這個位置遮住它,揭起遮住它, 少一點凸出來的物體就好一點, 接著這個頸這個位置就斜斜地接進去, 斜斜地接進去,看著,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後面一樣,當然最好對稱, 這樣就可以接細一點的頭, 接細一點的頭,還有一個作用就是鎖緊它, 類似是這樣,好,接著嘴巴那裡可以少少彎曲, 彎曲上來的,就捏住這個位置, 少少彎曲上去,類似這樣,類似這樣, 好,然後到四隻腳,四隻腳首先的步驟就是接右它, 接右它這次就特別一點,因為那個變色龍給人的感覺, 他好像很多盔甲那樣覆蓋著, 我們就不怕被人看到,所以就這樣向前面接右它, 當然這隻腳是單釘一隻腳,後面那一頁就向後面接, 類似是這樣,很簡單地接右它,當然說一隻腳是這樣接, 即是四隻腳都要這樣接,我們就逐隻腳做了, 好,就接右腳,然後腳板就類似以前摺恐龍那樣, 就一個殼的頭部接向前面,腳板就形成了, 類似是這樣,第二隻,第二邊的前腳都是一樣, 後腳的接法跟前腳有些不同, 後腳的接法就是向後然後向前, 首先好像紙殼一樣都是,向後接了, 向後接了,然後再向前屈一下, 它的腳板就會向前,類似是這樣, 這邊都一樣,向後向前, 向後之後再屈向前,當然, 你看,這個動作你熟悉的話, 都是一秒鐘就會做了, 好,四隻腳都接好了, 這個變色龍就欠尾巴要捲曲它, 尾巴在這裡, 我們做很多次Reverse Flow, 令它有個捲曲的感覺, 首先有一個外翻, 向下, 然後再來一個Reverse Flow, 一個很長的鶴嘴, 類似是這樣,然後再捲上, 剛剛我們打一個圈, 它的尾巴, 我們經常看到那些Discover Channel, 那些動物的百科傳書那些, 變色龍尾巴都是捲曲了, 類似是這樣, 我們捲了幾捲,尾巴就捲曲了, 我們今天這個變色龍接完了, 大概就是這樣, 如果大家接到成功之後, 用一些細張的紙來接會比較漂亮, 今天的節目時間就差不多了, 這個變色龍, 似乎不是很容易, 但是如果大家小心點跟著來接的話, 應該都接得到,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 和平安的做法, 並且贅密成功大陸, 每次會議的演出, 我們下次隨便看 Urban, 或者是隨便看讀法, 我們下次的演出版本來接玩, 我們下次見到最後一次, 我們下次見的設計, 我們下次見到, 我們下次見今天準備吧,